黄磊和孙丽去年喜得爱子,一家五口非常幸福,不过,两口子并没有因为儿子而忽略两个女儿。 多多昨日结束了与何旧同台出演的《水中之书》,黄磊今日在社交平台上感慨到,多多已从她怀中抱着的小婴儿长成了大姑娘,还说表演感动得让她和孙丽都哭中了眼睛。 黄磊发在照片中,多多长发偏分,发微笑卷,有些成熟的味道,网友们都感叹说,一眨眼还就长大了,没错,她已不再是爸爸去哪里的小女孩,而是一名女演员了,未来可期啊。 前天,何旧又已发布了一张与多多在后台的合照,她说,女主角旁边的是她哭中了的父母和眼角还有泪的呆盗,照片中导演笑得十分开心,黄泪和孙丽的眼睛明显的哭中了,何旧也眼泛泪光,真的是有图有真相,不是说说而已过,可见多多真诚的演技感动了不少人,真的很羡慕买到票去现场看了的朋友们。 除了黄泪和孙丽,谢娜也去捧场了,她说虽然以前就看过一次,但这次多多演,她要再看一次。 合照中,多多与谢娜脸颊接脸颊,关系十分要好,有了两个女儿之后的谢娜进去母爱。 这张照片都让我开始想象她和两个女儿长大后站在一起的场面了,本次们应该也很期待吧,多多首次登台表演, 就已得到了导演与众多知名演员的认同,相信在黄泪老师和孙丽的栽培下,多多未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十分优秀的演员。